在二次大战之前 为一个德国的商人做工 这个人很诚实 很守信 做事情勤劳 所以他这个雇主 这个德国人非常欣赏他 战争起来之后 他就回德国了 把上海这个生意完全委托给他 他就代理主人来经营 那么二次大战之后 可能他这个主人过世了 就信息都没有了 那么他这个财产就勇为己有了 这个也不是道的 是人家委托的 他现在找人连信 这个消息都没有了 那么这个诗在人情上是能讲得通的 那么他那个时候有个小孩 小孩大概只有十 八九岁十岁的样子 这个小孩 好像是他唯一的一个儿子 小孩很顽皮 有一天 他有一张十块钱的草票 那个时候十块钱很大了 普通人家了 四口之家了 应该半个月十天的生活费用 掉在地上 正好碰他一个 他父亲的一个朋友 都熟人 就捡到了 捡到就告诉小朋友 小朋友 你叫我一声哺哺 我就把钱还给你 小孩反过来看看他 你叫我一声哺哺 我再给你吃块 从天里就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 他这个小儿子的性格 可是有一天 他过五十岁的生日 五十岁也参加了 当场看到 他突然之间 看到这个小孩 就是他 那个德国的那个主人 他一下看到了 很惊讶的 一看到 他就想到了 他那个主人死了之后 投胎做他的儿子 财产是他的 财产是他的